玉里医院精神病友附建成果连战 只能天才 绽放我才 12月3号在玉里镇的客家生活馆举办开幕茶会 除了邀请地方部门嘉宾与会 并由玉里医院社区附建中心学员组成的 新乐园舞蹈团带来精彩演出 场面十分温馨 玉里医院社区附建中心学员组成的 新乐团舞蹈团带来的表演 为玉里精神病友附建成果连展开幕茶会 揭开序幕 这是玉里医院55周年院庆系列的活动之一 附建成果展为鼓励病友的艺术创作才能 是玉里医院行之有年的活动 今年是第一次在玉里镇客家生活馆扩大举办 也是我们玉里医院成立55周年 那这一路以来 谢谢县政府的关系 还有镇长的指导 让玉里医院有今天的成长和今天的规模 那我们希望接下来日子里 也希望各位长官 相亲 秉持着康熙玉里医院的心情 让我们更加的茁壮 更加的成长 展出作品包含了绘画 陶瓷团体创作 环保素材运用 以及各式手工艺品等等 艺术类的创作活动 经常运用作为身心障碍 并有的部件活动 用以抒发情绪表达情感 并作为心灵的出口 这个历程过了很久 我画也不是画得很好 只是说喜欢画而已 但是我从中得到了一些乐趣 也得到一些成就 我开始画图的时候 我是画我喜欢的 我不是去画一个 有什么意义或意境的东西 一个境界 我没有 我是开始画画是画喜欢的事物 神经障碍者的复原过程 需要鼓励跟支持陪伴 连展是并有展现平日努力成果的舞台 展览时间是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天 玉璃医院也非常欢迎民众一起来共享胜聚 记者高雙雙玉璃镇采访报道